所以我觉得无奈 男人有了不轻谈 但参加台彩经销商争选测验 警考人员明知他是全忙 还坚持要他用眼睛看题目 无疑的要求实在太瞎 让他觉得受到侮辱当场累撒国会 翻开台彩考题 第一题要求考生看彩卷对重几个号码 第二题要求看对重多少钱 最后更要求市场者在看不到的情况下 选出正确的印章 他说你要盖539印章 我说你提示那印章是怎样 没办法你自己拿 看哪一个印章要盖 我什么都看不到 叫我去选择哪一个印章给他 那怎么可能会对呢 我也很错愕 我从来没有摸过那个印章 图片的部分的题目 我实在也是没有办法 就只能盲拆 你干脆直接告诉我们 全盲的不要来考好了 好不好 我觉得我们很受伤 十年一次的台彩经销商临选 今年符合资格人数多达 七万五千人 证取人数五千五百人 中签率只有五%到七% 如今不公平的考试规则 引发质疑 台彩总经理四度道歉 但人要求一切依照申诉流程 第一线的同仁部 态度上 原理上面没有那么精准到位 或是说他疏忽的地方 这边真的是跟主委还有家属们 非常深重的给你们说个抱歉 要求全盟市政者看图解题 明知不合理 却硬要按规定办理 虽然台彩改口 端午后可携带手机 但动物前已经考完的市政者 如何亡羊补牢 台彩仍然没给答案 TV新闻程序演家会 台北采访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